大家好,我是张坤,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沙 本期咱们来看一下 第一局的话 哎呀,三号位大忠臣啊 三号位大忠臣 主公选择了周泰啊 这肯定是挺抗揍的那种 他就是不让忠臣操心 但是他能做的贡献呢 也有限,对吧 所以我们来打一个输出 那么如此一来的话,开局是号称四个飞机 那么这一局能飞起来吗 不得而知 我只能这样说 那么二号位上来就开了一个蓝蛮啊 照你讲,你说周泰主公 你开蓝蛮 那基本上就是宗内,对吧 很忠诚居多 你要是反贼的话 你说教主局你开就算了,对不对 所以不管他啊 咱们掉了一滴血,再掉一滴血 如果能拨一个杀 再配合这个负一马 那个叫什么来着 灭族之恨 那你可以先把刀借过来 对吧 不管他杀不杀 你把刀拿过来 那这样基本上就是一个大灭族啊 灭族之恨 没有坊间的情况下 强行一杀十位 就是说你说我们有输出吗 对不对 你说我们有输出没有 那还是有的啊 还是有的 好吧 那孙权的话 这个 怎么当反贼了呢 按理讲 现在说除了内奸以外 谁还让孙权出场啊 是不是 好吧 反贼就反贼了 本来没杀他就考虑他可能是内奸的 对不对 那文聘的话啊 注意他是保镖啊 文聘是保镖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文聘保护的条件 一个是只能是杀或者黑色警囊 并且唯一目标 然后体力只要小于文聘 唯一目标很重要 我们的一个杀 动不动就什么杀一批人啊 动不动就杀一批人 那么是吧 能打文聘 大家基本上就得瞄准文聘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拿了一个大杀器 像这种啊 都不考虑他正位啊 不考虑他正位 你来赴培就是打你的牌的 对不对 耗你的牌 反正打不到你 能打到文聘 这个地方咱们尽量打文聘啊 注意你这个乡乡 这个时候就是拿你的长刀 对不对 哎呀 跟你说了 拿长刀一定要打文聘 你不信 不专业 看我们才是专业的 我们是谁那种 打谁他都不能正位的 因为我们一打打一堆 不是唯一目标 所以这个就比较牛逼了 比较简化了 那么借刀哈音 再坑他一张牌 对不对 你还有正位吗 坑他一张牌 然后灭竹之恨 不共戴天 你有本事正啊 再给贾曲正位了 对不对 称不了了吗 所以文聘那个武将作为保镖 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压他的血 你把他的血压下去 他啥都干不了 他连等汉都不能取 只能取比他小的 所以他现在也就保护一下贾曲啊 如果他的状态 就是被压 他连保护贾曲 他都做不了 对不对 所以说 如此一来的话 又被保护了 又被保护了 刚说啊 只能保护贾曲 结果就把贾曲给保护了 好吧 说明急火文聘 急火都不够狠 对不对 你看现在 就可以去杀贾曲了 对吧 你想想有一个长刀 我建议你瞭准文聘 然后我们那是 能打几个反对 打几个反对 这个时候啊 反对低量的比较残了 有一个连弩的情况下 是不是 想想给我们塞一个桃 知道干啥了吗 不光是一个桃 我们不想要桃 我们想要输出 所以说 良知 这个桃是配合良知的啊 要不然 如果说没有配合的话 香香还不如自己不杀 把那张杀运给我们 对不对 毕竟马村里面有一个连弩 这个连弩是主公运给香香的啊 你说你咋知道 我事后采访过这些玩家 我知道主公塞的是连弩 香香塞的是桃啊 就说假设香香不塞桃的话 你就还不如 你自己别杀了 塞给我们 就很爽了 就很爽了 那么 再次强调啊 不带方天的情况下 这个 一扫司令 一扫司令 那么灭族之恨 不共戴天 敌人阵亡一 内奸阵亡 这样一来的话 其实 还有一个小 小爱个人 小爱个人 一个小爱个人 虽然说只是两个人的爱个人 但是也很爽呀 关键是我们一个人打了这么多呀 对不对 还挺犀利的啊 把这个文聘 保镖给他打得没脾气 我每一次 我都不是唯一目标 我看你去保护谁 对不对 就是这么狠 那么这一局的话 我们依然是一个三合位的大忠诚啊 上一局我们是肯定是相当于整个团队的主力输出 也就是MVP也判给我们了 是吧 那么这一局的话会怎么样呢 一切冲停 好吧 自己挂一个刀杖不砍人 像诸葛锦囊还是比较偏凡的啊 没砍 那么中会的话有可能是内奸 那有可能是门板反 直接主的话应该来讲就是所谓的反对秀了啊 他内奸的话 那边续着拍 没必要砍主攻一击写下去的 那么这就是传说中的 猥琐忠诚啊 咱们先猥琐了一轮 他想干啥呢 铁锁这么好的东西 他想用在刀刃上 不要把它用偏了 所以说咱们就猥琐了一轮 包括这个红杀 如果你不猥琐的话 就按我们的建议 你打住个井 应该就问题就不是很大 是吧 好吧 猥琐就猥琐吧 希望猥琐过后 是那啥 对不对 你既然选择没有过分的跳出来 你挂一个藤甲 不过分针对你的情况下 防个A什么的还是很正常的 防个小A啊 防个小A 小打小那的嘛 哎呦 猪琐你吓得不敢发牌了 吓得不敢发牌了 但是呢 他还是相当于是拆了忠诚的东西 这样一来的话 哎呦 娘娘要九杀了 要九杀了 一个九 一个杀 一个无中 一个兵 四滴血发动警测 服不服 注意小炭这个是发动放权了 但是由于他记不出一张牌 不能指定一个忠诚 额外一个回合 但是他可以叫出白鸡蛋 有杀肉 如果有老太太 就是何太后的话 这个时候小炭放权 何太后不能毒他 小炭不放权 何太后可以毒他 像这个是可以直接产生影响的 就是说这个地方 刚刚小炭放权了 在没有特殊将面的情况下 他那个放权就相当于 仅仅听一个配音的作用 百步不穿羊 打得你没脾气 你来穿呢 是不是 哎呀嘛 注意啊 面诚情绪 这个家伙是有末字的 你们知道吗 啥意思 我这个成长 现在能挡你 挡你初次放的这个栏蛮 如果你继续发动末字的话 我就照样挡你的末字 所以说柔此以来啊 这个这一阵腾甲直了啊 回本了 干了啥事 徐玉第一轮开南蛮了 你知道吧 蔡文基又放南蛮又末字 这三个南蛮了 对不对 俊臣不相互 乃是不俊臣 那么柔此以来的话 哎呀嘛 这个啊 如果说蔡文基末字的南蛮是虚拟的 那么真是南蛮三个肯脑了啊 徐玉一个 蔡文基一个 郭独一个 然后万箭一副盘是只有一个的 那这样以来的话 这个传说中的腾甲啊 一档三难以万 如果加上末字 这就是四难以万 给人以厉害的感觉啊 给人以厉害的感觉 那么 你能这么多其他人 经过了战争的洗礼 对不对 多少人挨了多少挨啊 有些人是挨的放着 有些人是挨的挨着 但是不管我们在混乱中得以保全 那你觉得我们会 是不是 哎 我以为你要清场了 你这你这你让我后边话怎么接呢 你不清场 你让我后边话怎么接呢 这样吧 给大家一个台阶下 下一轮清场 就不要讨价还价了啊 包括内奸 反贼内奸都不要讨价还价了 我下一轮清场 哎呀 内奸这个人头其实还挺好捡的 但这个人头肯定是他的了 你救他的话 那就是末字收 末字收的话 就是收任何牌 当场不能再用了 因为他是末字收的 是结束阶段收的 出牌阶段已经过了 所以说他这个地方属于强行那个啊 强行捞捞一下过途 让蔡文基先终止出牌再说 他只能以末字的方式收下这个人头 然后我们去捡这个黄中的人头 要不然你当场上拿三张牌 他末字就可能收黄中 甚至把我们也搞残 出牌阶段买紧了 但是呢 我们的代价就很明显 耗掉了一个桃 对吧 铁锁连咒而行 东吴水色可破 结束了啊 这个决斗 你出不出啥都无所谓 我有寒冰 九上地中 对不对 我有寒冰 那小胖子五张牌的话 是绝对不会弃四方设的啊 如果小胖子零手牌 你人名好 一个陈琴正好四方设 你还捡回一命 但是小胖有一张手牌 就不可能 他给你七四花设 是不是 我怎么掌握主动权的话 是不会给你四花设的 所以说啊 小小的一个藤甲 所以主要就是这个藤甲 他小小的一个藤甲 他干了什么事呢 一挡三难一万 我说的是真实的三难一万 不考虑技能的 那么这一局的话 号称ADD局 我估计就不用过分的操心了 应该来讲就是死得很快的那种 那么开局一个帐八 荡起来呗 护笑技强 龙银荡富 孙策有红杀可以多激昂几下 孙策说我直接过了 好吧 问挂一 问挂二 护笑技强 龙银荡富 他这个地方闪电没有五脑的挂 是可以考虑到 比如说等一会给队友荡 队友荡起来 毕竟是比较耗牌的一个武将 好吧 那这个时候你们跳该跳出来跳出来 反正暗号位 是吧 跳中了 派子池你如果是中的话 你看人家先拿个小点去自罢 然后呢 再千亿就能保证拼赢了 自己要干事的 QG 干什么事 派子池说 专打妹子呀 哪里有妹子 哪里就有我 派子池深入妹阵 对不对 深入妹阵 那么从此以来的话 QG1 QG2 QG3 QG4 主要每一段话就是两个QGA 他现在专打妹子的 每一段话都是两个QGA 你不要以为是可以怎样怎样 所以说太子池说 给我一个支点 和一堆语 我就可以盖下这个世界 对不对 我们就是他的支点 刁禅啊 关心平啊 徐世啊 就是他的妹子 他就可以翘起 the whole world 可以翘起整个地球啊 这个地球 所以这个QGA 厉害了啊 你要说太子池没有这个QGA 他绝对打不下来 他本来就没有太多的牌 但是QGA一打两摸 对不对 或者说 别人两气 反正就是一打QGA两次 那还是非常犀利的 这个刀厉害了 所以太子池这一轮 什么四反一类 全部端了 如果你看到这里的话 你就会发现啊 今天的视频已经结束了 如需录像投稿 记得视频下方的红色字幕 sb章棍 at foxmear.com 好的 谢谢 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